老师我还有认识一个巨蟹女 她是没有空窗期 她是在跟下一任在一起的时候 才配养感情 这么绿茶表的行为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有人说跟巨蟹女交往 等于跟十二星座女神交往 因为她们有双鱼座的内线 有双子座的两面 有摩羯座的冷酷 到底为什么这么百变的巨蟹座 会没有桃花呢 其实巨蟹女的桃花 比你想象的还多 因为都默默进行嘛 只是没有浮上台面而已 而且巨蟹女不擅长拒绝别人 与其要她拒绝 那不如先接受 所以她们的桃花 其实默默的一直都有 重点是巨蟹常常会吸引到 跌破大家眼镜的人 比如说年纪大大好几岁啦 或穿着很奇怪啦 或者是黑黑子哪里认识的啊等等 巨蟹座超喜欢试探的 这也是来自于她们的没有安全感 因为没有安全感 所以不单刀植入 她们就会透过各种方式 有意无意的想要去探寻 你看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你的答案不符合她的心意 她会默默的伤心 实在是太失望了 她就会跟你断连 对方可能从头到尾都顾你救你 有些巨蟹女接到邀约 她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不要啦 不想去啦 但其实她想要的是 你更殷勤地邀约她 你更殷勤地拜托她 可是有些暧昧对象哪里懂呢 就因为你说不要啦 不想啦 就当真了 你又斩断了自己不少淘宝 她们对前任的好会念念不忘 这个就是我的问题了 你可能遇到下一任 就忍不住拿她来跟前任的好比一比 久而久之 很多对象就入不了你的眼啦 因为你交往的越多 你累积的各种好就越多 那你就会要求得更完美 那就更难不是吗 而且巨蟹座情绪化太严重了 动不动就不理人 或者是情绪一天很多变 常常会让暧昧的对象看得一头雾水 我曾经遇过一个巨蟹座女生 她就是因为暧昧对象 一天没回她的简讯 她就把人家封锁了 然后最后自己想一想 我好像太过分了 这样好像会暴露我很在乎她 又把她解封锁 内心系是不是很多 双鱼女跟巨蟹男 哪一个比较情绪化 其实双鱼也很会隐藏 我觉得巨蟹还是比较厉害 巨蟹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 有时候锅盖压不住 快要飘出来 你可以感觉它 比如说它看起来很平和 但是它的眼睛已经开始抽搐 如果别人对它不好 巨蟹座会记很久 那因为它很爱面子 所以它会假装很宽容 那遇到问题 它也通常选择不说 可是它们会默默记在心里 毕竟它不会一开始 就跟你摊牌 所以很多时候 它一凶 你会觉得被凶的莫名其妙 没错 巨蟹私底下 有可能暴怒哦 那很多人就会被 它们的这股焦虑感给吓跑 平常人设很好啊 所以你就会觉得 你不是平常好好的 怎么忽然间生这么大的气 殊不知它平常只是 掩盖得很好 压抑得很好 不代表它不生气哦 要让一个巨蟹座露出真面目不容易 那真的是要踏到底线的底线 然后或者是白目到极点吧 所以如果你会看到巨蟹的这一面 恭喜你哦 你应该也是一个奇葩 巨蟹女一旦认定你 她几乎都会考虑婚姻的问题哦 可能就会开始想到存钱买房长远计划的问题 会做很多跟你有关的决定 比如说是不是要调整她的工作状态啦 是不是要开始养好身体啦等等 因为结婚生孩子是她从小的梦想 而且她们还有一个强项 就是她们对人有敏锐的观察力 所以当她要体贴你的时候 那真是无微不至啊 她们通常可以成为你跟外界沟通的桥梁 而且这座桥梁通常非常温柔体贴热心住人 巨蟹女如果很喜欢一个的话 她是不是可以当小三 她愿意啊 愿意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她愿意当一辈子小三 是她愿意先当小三再不当正宫 想要一个好妻子就来考虑一下巨蟹女咯 通常她爱你的话 洗衣煮饭烧菜这些事对她来说都是享受 并不痛苦哦 而且她们也是勤俭持家的好帮手 拥有温暖母性的她们呢 相夫教子难不倒她 赶快去追她们吧 遇到巨蟹男就是时间要对 你要不就是她的初恋 要不就是她的最后一人 好我们来到巨蟹男了 巨蟹座像妈一样的唠叨 跟妈很有关系 妈宝 很多人都觉得 嫁给巨蟹男真的挺不错的 因为巨蟹座爱家顾家其实你错了 她们是爱待在家 而且巨蟹座是男人中的女人 她们非常的细心敏感温柔 平时是不张扬的 很温和 然后也不会主动 所以并不是属于一群人里面 特别耀眼的那一种 除了她们的温柔细腻以外呢 她们通常也是别人眼中的才子 因为她们的敏感如果用在文学 或者是艺术方面 通常会有非常杰出的成就 她们通常有很好的文笔 而且她们的敏感细腻呢 是有读心术的功力哦 所以你在想什么 她们也都很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一个巨蟹座喜欢你的征兆是什么 巨蟹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星座 她很容易单心东单心西 如果她喜欢你代表 她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很安全 她觉得你有她家人的感觉 因为巨蟹座的安全感 需要慢慢培养 通常呢 她们是蛮被动的 她们不太敢主动跟你嘘寒问暖 可是如果你主动跟她say hello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事情找她 她们的回应如果很热情 这就有一点机会咯 再来还有一个辨别的点 就是她会不会跟你撒娇 好 巨蟹男如果卸下心房是非常可爱的 就好像小动物一样 然后依偎在你身边 如果她开始做出这种 好像女孩子的动作 其实也代表她已经对你非常的放心了 你有养过猫吗 三天后猫终于敢跟你亲近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了 由于巨蟹男是一个比较害羞 比较不主动的星座 所以其实跟她们在一起 你可以主动一点 她们太被动了 所以对于比较积极 想要的女生 就会觉得很伤脑筋 我们还是要告诉你哦 不能因为巨蟹座是男人中的女人 你就要当女人中的男人 这是错的 巨蟹座呢 因为她们身性比较敏感细腻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她会希望你是属于 个性不要太强势的那一种 讲话请轻声细语 巨蟹你不要忘记 她是一个有硬壳的星座 一旦她觉得不安全 她的保护机制就来了哦 虽然她不对你发脾气 但是她也会变得很不好攻破 还有因为巨蟹男喜欢照顾人 所以偶尔你要学会装笨 有一点笨 有一点天真 让巨蟹男为你操心 会让他很有存在感哦 还有一点 我们都很清楚 巨蟹是念旧的 对第一任女友或初恋念念不忘 不需要去嫉妒这件事情 因为她们对初恋念念不忘 不是对这个人念念不忘 而是对那一份感觉念念不忘 以上所有 你是不是都觉得还挺美好的呢 但是你要有几个心理准备 第一 你们的日子是无聊的 如果你可以享受这种无聊 或者是她对家人很好 好的很过头的这件事情 你也能够包容 那我觉得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婚对象 巨蟹座一定有心理的秘密 它就有一面是你永远也看不见 它也不见得会跟你说 不要为巨蟹男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因为这是一份保险 我们不晓得这个巨蟹男 内心的阴暗面到什么程度 所以保有自我 是一份跟巨蟹男在一起的时候 很重要的保险要记得哟 巨蟹座是属于不发火则已 一情绪化起来 非常的可怕 因为那对她来说 是她一忍再忍 忍无可忍的地方 而跟巨蟹座有关的爱情金巨事 不在乎曾经拥有 只在乎天长地久 所以其实一个巨蟹座步入感情 它的想法是越久越好 我的真心需要安全感来换 所以你自己的表现也要让它有安全感 钱不是万能 但没有钱的伴侣万万不能 所以你要有钱 或者是你要有能换钱的东西 比如说你很有能力 比如说你很为你加 那么对她来说 这就是很有安全感 会被她选择的一个重要条件哦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